didn't have your Joy Milla Milla Kohho 來 IP Milla Kohan 聖誕節又來啦 大家會在家裡開派對的時候 一定会煮几味来招呼亲朋戚友 今天介绍这款甜品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又不用煮又不用烤 但是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是什么 现在就告诉你 今天买了这个长柄的士多啤梨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士多啤梨 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要选择一些长身一点的 因为太短的时候 就会样子出来就不漂亮的了 好 首先 我们将士多啤梨切两刀 切了这个钉 让它站起来 然后再切在大约 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样就切了一块 先放在这里 切了士多啤梨之后 我们就要预备中间的馅子 馅子就是用忌廉芝士 然后砂糖 多少就是随意的 这块忌廉芝士大约有250克 我想我会加30克砂糖来试一下 因为今天的士多啤梨很甜 很漂亮 已经不需要加那么多糖了 然后呢 我们将几点芝士打软 它 与此同时呢 我又将牛油 黑巧克力放进去 然后呢 将它放到微波炉里 10秒了 目的呢 我是要将黑巧克力融化 它变成巧克力浆 这个时候呢 的巧克力浆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还用这个小打蛋器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 这个是忌廉 加一点忌廉 让它更香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将crim cheese 放到汁袋里面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味的 如果你想甜一点 那就加多点糖 然后呢 将它放到汁袋里之后呢 我们就将每一个士多啤梨 这样就放在旁边 然后呢 在那个士多啤梨上面 舀一个圈 做完之后呢 就每一个把它盖上盖 盖子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小明湯 倒在一张大陆上 有一点小就行了 好了,就是幫這個聖誕老人畫一隻眼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在碟上 我們怎樣可以營造這個聖誕氣氛呢 就是把這個椰絲撒在這個碟上 令它好像下雪一樣 然後我們每做完一隻就放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